九妖飲料店迷克夏去年二月份才漲價過 相貿事隔一年 如今官網又再宣布說 這個月八號開始 部分的飲料要再漲五元 像是珍珠手炒黑糖鮮奶 大杯就要九十五塊錢 只逼了一個便當價格 也讓不少網友哀嚎吃不休 那對此業者也說了 就是因為這人是錢本啦 運費原物料不斷在飆升 才會因此調整價格 然後一個手炒黑糖鮮奶 大杯的也都正常 愛喝飲料民眾 荷包恐怕又要縮水了 去年二月才漲價的迷克夏 今年二月八號又有寒涨 部分菜單包括四十三款品項 每杯調五元 蜂蜜檸檬金豆 從五十元漲到五十五元 白根這清茶變成七十元 最貴的珍珠手炒黑糖鮮奶 大杯更逼近百元 還滿貴的 我覺得喝的人可以考慮一下 價格有點高啊 萬物都在漲 但是不是每個東西漲的都很合理 九十五元直逼便當價格就有網友哀嚎 本來就已經很貴了 還要漲 現在這個價格就快喝不下去了 業者也表示通膨和成本不斷飆升 而做出調整 由於人事成本的持續上升 全球性通膨導致運費 還有鮮奶等許多原物料 在去年也持續上漲 才於今年針對部分品項來調整價格 而去年有調整的品項 像是紅茶與紅茶拿鐵系列 今年則是維持動漲 而今年首陽影含漲的不止一家 號稱首陽影男霸天的茶之魔手 一月十三號全面掌募员大杯純茶三十元 最貴的頂級深入拿鐵大杯來到七十五元 業者也曾公告因為疫情下場通膨影響 不得不漲價 差這麼受不把奶茶大杯五十元 五十藍去年也歷經一波漲價潮 不把奶茶也要五十五元 七千福全汁乃同樣五十元銅板 高通膨時代手搖引也讓人快喝不起 記者將曾經黃玉婷採訪報導 農曆新年才剛過線全台 不少少吃店都紛紛調漲價格了 就帶您來直擊 像是北部大稻城慈勝宮的美食街 老臺北人必吃的肉粥店 現在炸肉是全面漲了十塊錢 而在同一條街的兩家原汁排骨湯 現在從七十元要漲到八十塊錢 另外是臺南知名的小卷米粉 還有紅手吐托魚 現在同樣也都變貴了 肥瘦黃金比例紅燒肉炸到外酥內嫩 搭配煙蘿蔔酥脆無比肉香四義 為在大稻城慈勝宮前的業家肉粥 各種炸物也是必點招牌 大部分客人來是點紅燒肉 比較不會像一般人家家裡煮的 不少刀客就愛吃傳統美味 不過現在想吃得多掏點荷包 農林年後開工期 業家的炸物全面調漲十元 鏡頭轉到鄰近的排骨湯 同樣迎來掌聲響 每日溫體豬肉肥瘦任選 淋上蘿蔔燉煮的湯頭 清甜又乾口 不過近期肉類長太兇 同條街的江家原汁排骨湯 以及阿貴夷排骨湯 這個月開始每碗湯通通調漲十元 吃都是每天的 每天限殺的 本來是不想調是沒辦法 那個肉太貴了 調下去客人客人客人吃吃飯 一下子吃那麼多錢會不好意思 不只北部店家撐不住 台南知名的秋家小卷米粉 三月開始一碗要賣到一百一十元 成績吐脫魚大碗則是漲到逼近百元 這個年剛開始 南北小吃紛紛喊掌 名證殼包縮水越來越有感 熱热者葉之雄台北台南採訪報導